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有这个全世界最强的海军 尤其是这个航母一骚一骚的舰 那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最近在尼米兹航母上接受美国记者的访问 很有趣哦 他在航母上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 他怎么说来 我们先把两个人的这个对话的部分 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很担心 真的很担心 就在航母上讲 超有记事感 超有临场感 他说什么呢 记者问他 记者问得很直白 超直白 我们记者都这样嘛 你到底有多担心解放军的火箭军 你有多担心呢 他说什么 我担心 你知道 我如果不担心 那就是个傻瓜 讲得很好 对不对 超直白的 他没有掩饰 他也没有迂回 他就告诉你 我不担心我是傻瓜 我当然担心解放军的火箭军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开发 应对他的策略 技术跟作战程序 同时继续开发 可以防御他们的武器系统 有没有疲于奔命 真的很担心 然后记者在问 那我们现在距离中国大陆有多远 他说一千五百海里 记者在问 那解放军火箭军可以打我们 他说对 他们可以做到 有没有 如果他们已经确定目标位置 他们就可以击中 这艘航母 所以如果我不想挨打 我要做一些什么 然后记者在问 这个有没有 然后他还说解放军正在练习 使用他们的反航母弹道导弹 向沙漠中模拟美国舰艇的 把镖进行射击 这些把镖看起来真的很像 这艘尼米兹航艇 记者是 他讲的都是实话 没有错 中国大陆东风二十一陆基的 就可以打到它 距离一千五百海里 就可以打到它 那中国大陆现在又有 所谓的舰载的 英级二十一 也是可以打到它 现在呢 还有一个 就是从轰六K上面 也可以从轰六K发射 这种空对舰的导弹 也可以消灭它 那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如果就是说 美军进入到第二岛链 事实上就已经有一点问题了 那中国大陆发展这些能力 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 就是要趋于拒止 也就是说 我要把你挡在这个范围以外的话 我有能力 因为你进来的话 就跟这个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我可能会把他打中 对那他如果说紧急状况的话 他真的就是往后撤 也就是两次 从去年裴洛西来到这个 后来这个蔡英文 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议长见面 两次的围岛军演 为什么当时在台海附近的 美国的航空母亲都要往后退 这是军事的正确决策 因为你有紧张的歧视 他可能会变成被攻击目标的时候 然而这一场 这一场这个对他来讲 这个紧张情势 对他来讲是不值得冒险 他就往后退 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 接受了这个美国记者的访问 就在尼米兹号 当然他也算是怎么讲 算长他人自弃 灭自己威风吗 讲的是蛮诚实的 不过确实如此 大陆海军的规模在二十年之内增加了十倍 他这篇报导中也说 杀伤力是越来越大 相对的美国这个军舰艇的速度 日益缩小 新舰的这个军舰的数量 远远比不上退役的速度 相对的美国好像在海军上逐渐的衰落 大陆逐渐的增强 另外一个来有关的 跟军事有关的 来导播掉出来 一八点四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这个俄罗斯兵变之后 也是海军 李尚福在7月3号 见了俄罗斯的海军总司令 第一次的正式军方会谈 李尚福说什么呢 希望让两国军事关系 迈向新的台阶 已经是背靠背了 再迈向新的台阶 是什么样的关系 希望双方加强各层级的沟通 注意哦 常态组织 连演 连巡 联赛 有没有 常态的 这三个都是联赛 拓展专业领域的务实合作 然后这位俄罗斯的 这个海军总司令 刚刚我们也谈到的是 尼米兹的这个 这个太平洋这个舰队司令 人家的俄罗斯海军总司令 也说 希望跟中方保持密切接触 共同组织好海上联合演习 联合巡航 等重要的演训活动 同时俄罗斯国防部有声明 说这位这个海军总司令 访华期间 除了跟李尚福见面之外呢 还会见一位 是解放军的海军司令 董军 同时还要参访 上海跟青岛的造船场 海军基定 还有训练中心 因为俄罗斯国内也有传书 他们希望将来 请中国大陆 帮他们造军舰 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造舰的这个 速度是最快 而且它现有的船屋 能量也是最大的 所以俄国内部有传 我一看他要去青岛造船场 我就想到 就是说 是不是回应俄国内部的 一些呼声 因为俄国的这个海军舰艇是比较老旧的 可是它数量也相当庞大 不过美军的这个太平洋司令 他这样讲 杀人士没有错 中国大陆追赶的速度很快 可是光航母的数量 美国有十艘 那么不过美国 就是它是全球的布局 它在太平洋这地方 能够调动的 北太平洋南太平洋 能够调动的航母 大概就是五艘 因为它还有地中海 还有这个大西洋的 这些航母 所以事实上 中国大陆现在是三艘 第四艘可能在舰 你如果没有到五艘的话 事实上航母的数量 跟美国要在太平洋 对抗还是差一截 另外美国这个海军 里面有一个大杀器 就是核子动力攻击潜力 它有六十九艘 这个那个数量非常大 全世界到处跑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在哪里 因为它这个核子潜艇 为什么要核子 它长期不需要最佳燃料 它在水底下就上 几个月都不出来 所以你都很难很难追踪的 所以就是说美国事实上 我们今天很客观讲的话 它整体的战力 还是最强 那为什么它的海军司令 要这样子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海军 讲得这么强 那讲的也是事实 那我想还有一个动机 就是要跟这个美国国会 要预算 美国人都要钱 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海军的合作 这个势头是无法挡 因为两国有共同的这个利益 也就是在太平洋 这个整个 这样讲 夏威夷岛以西的水面的控制权 如果能够拿到的话 事实上的话会整个改变这个西太平洋的战略的这个形式 那所以基本上现在当然俄罗斯要扼住美国 对它进一步的这种压迫 尤其在太平洋上 他如果跟中国的海军合作的话 连演连训 连演就是联合演行 现在大部分都在北太平洋 在中国 在中国的沿海 没有最近的一次 没有超过哪里 没有超过长江 都在这个以北的水域 已经连演连训好多次 大部分在这个所谓彼得大帝湾 就是海森威附近的水域 那么往北部走的方向 这个方位比较多 那最近的连演连训 是环绕日本绕圈 把日本的这个 从这个清津改辖到大禹海峡 这样绕一圈 十骚 各出十骚 这个对日本来讲 日本只是沉住气不较 可是对日本的震撼是非常的强 那我想就是说在美国加强 美国跟日本韩国 还有这个菲律宾跟澳洲 加强在西太平洋的连演连训的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势必 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也就李尚福 俄罗斯的海军司令到中国来 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 就是要加强海军方面的连演连训 那针对的就是整个美国主导的 他的盟友之间 对太平洋这边 这个对俄罗斯也就是太平洋案的 这个国土的威胁 跟中国这个 整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整个压迫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将来双方的两个阵营的对抗 是非常非常会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整个来讲的话 海军是一个国家 能力投射军力投射很重要一个指标 那对于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觉得中国大陆不是一种侵略式的 而是一种防御式的 它到现在还是防御式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几条生命线 基本上随时会被人家切断 一个就是整个的 这个从这个台湾海峡 一直到马六甲海峡 一直到中东的这一条能源的生命线 那么还有就是贸易的生命线 那现在中国大陆想要打通 这个所谓的北极航线 可是这个北极航线 现在这个整个还在开发中 如果可以打通的话 那么他又要跟俄罗斯来合作 所以中国大陆过去是 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你既然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你如果没有保护你自己 贸易生命线的能力的话 你这个贸易国是非常脆弱 所以美国一直解释说 中国大陆是扩张主义 其实任何的一个国家 如果他的贸易线走到哪里 他如果没有足够的海军军力 去保障他的贸易线的安危的话 那么他这个是非常脆弱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把这么多时间 把这么多军力放在海军上 那跟中国大陆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是密切相关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事实上就国家的防卫角度上来看 中国大陆是被防得最严的 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防线已经推到 推到中国的距离中国平均海岸线 三百公里 那中国大陆离美国的海岸线 有一万多公里 所以你今天中国大陆只是在 把一个被包围的一个策略 在突破而已 那对美军会造成威胁 对美国的本土造成威胁 我认为目前还不存在